新外嘉賓主持 侯均祥醫生 歡迎來到醫生會 新外嘉賓主持 侯均祥醫生 從我旁邊有神科專科醫生 黃毓醫生 多謝你 黃醫生 今天上來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在都市上面來說 我們經常聽到尿酸 通風 各式各樣東西 其實在我們都市的病院來說 尿酸和痛風是怎樣的情況 其實都重要的 我們叫做新陳代謝綜合症 通常病人現在的生活很好 經常玩手機 少做運動 常見的糖尿病很厲害 血壓高 膽固醇 而尿酸都是一切來的 我們香港那麼多海鮮食 所以都很麻煩 通常如果有尿酸高的病人 當然他可以沒有病徵 但如果他持續高 就會有一些病發症可能發生 例如最常見的 就是突然間腳腫了 腳趾肯走不了的 紅腫熱痛很厲害的 痛到風 有些病人慢慢持續高 也會尿酸即即即在膠上 很難處理的 做手術也不行 有一些一塊塊的東西 在手上或腳也很麻煩 除了這些 很多人都會知道 有些沒有人知道 尿酸膏也會增加了心血管的風險 也會增加了腎石的風險 而且尿酸膏持續 可以引致到慢性腎病 我跟黃醫生談過的時候 發覺尿酸是無處不在無其不有的 我想弄清楚一個概念 很多人覺得 驗到尿酸膏 是否代表是痛風 不是的 尿酸膏在血裡的指數高了 可以完全是沒有病徵的 但如果你有尿酸膏 你會增加了剛才我說的風險 但痛風症是很神奇的 痛風症有一群人 尿酸不高 他依然都可以發痛風症 但這群人的風險沒有那麼高 不會很害怕有腎石、腎病 或是心血管風險增多 他會比較少 不過只痛風也會害怕 只痛風也會害怕 只會無法工作 有些人要坐輪椅 起碼要搞幾天 而且最擔心的是 如果痛風經常發作 你就找醫生打消炎脂痛針 打一打一下 你就知道那些對腎不好 那就要看我們腎科 所以黃醫生說得很對 痛風不一定跟尿酸相關 但相反 尿酸跟很多疾病都息息相關 沒錯 我知道黃醫生看了很多的慢性病 那些慢性病人 有一部份都是內地 也有些在疫情期間 很多都不敢去看醫生 那這班人如果是斷藥怎麼辦 其實都很麻煩 譬如有時候吃的抗尿酸藥 我們有些新一些 有些舊一些 譬如如果他的區域是 他吃的一些新的 但他的區域是找醫生看沒有的 那就麻煩了 斷了 其實尿酸藥 為什麼病者要吃呢 其實我們不是說 尿酸高馬上要吃的 我們都要觀察 尿酸高 你戒口行不行 如果不行的 可能這個高 是因為你自己身體的毛病 就不是因為你經常吃海鮮 經常吃內臟 那這班病人 尤其是有我講的那些病發症 就應該做一個慢性降尿酸的療程 不是說痛就醫治一下他 慢性預防令到他低 減低所有的風險 是不是 好了 如果你突然停了他 是怎樣呢 現在身形的尿酸藥很有效的 譬如你 平時我們男士正常是400度左右 如果你一向未吃藥之前是600多 那你不高 一吃完藥 這些藥很有效 就會加上你飲食節制 他可能變了二三百 你突然間停藥 很快一兩三天 他升回去五百六百 最麻煩之處就是 當如果你再吃一隻藥 開始吃再降它 有些人在高降低的時候 他又痛就痛 譬如我們有些新的病人 我們要降尿酸 就決定了 頭頭的一個月 我都要除了開降尿酸藥 我又要開一些預防去發作的藥 因為我怕很多人都會發發的 由高降到低 因為想想 太發又瘋 是的 斷了藥又吃藥 他又發一下發一下 或者斷了藥一段時間 他根本就是整天都發作 他又要去看醫生 或者他又要打消炎止痛症 尤其是有些病人有糖尿 血壓 腎都很差 這樣就會搞出事 你剛才說過 尿酸高可以戒口 但戒口有多少 其實根據文獻 如果是戒口 喝酒、海鮮、內臟 是的 戒口是降到大概 最多都是兩成左右 如果你見過病人的尿酸非常高 你都想 就算他戒到盡 可能他都達不到正常 這班病人 如果他有試過發痛風 或有其他因素 杯水車身 就開始要他吃藥 我不是每個人都要吃藥 這類病人就要了 譬如你說他高一點 如果戒口可能都會減低十幾二十個巴仙 我就叫他兩三個月回來再檢查 所以戒口的局限性就好 是的 但當然如果你吃藥的話 正常來說 你都既然吃藥 你當然要戒口 老實說 我當然是這樣說 不過現代的尿酸藥 因為他都很強的 他真的降到尿酸很低 我當然不會鼓勵病人去吃內臟 譬如間中 我就說 如果你控制得很好的 間中吃少許豆腐 吃少許菇菌 都可以 很想吃那些素 我們做人當然是 一行一點 但如果你說你沒有吃藥 沒有這個療程 你擺明是很高 我一定要你全部戒掉 那些當然是很嚴格 但如果這些尿酸藥 你說得這麼厲害 但如果是不吃藥 他沒有辦法回來 他停了藥 那他有沒有其他選擇 其實尿酸藥分為 身形和舊形 其實最主要的分別 有幾項 有一項 我剛才說的 力度 身形的力度很厲害 可以降低 第二 其實尿酸藥 無論身和舊 我們都怕有時候 病人有些皮膚的反應 最嚴重的那些全身紅了 可以致命的 而舊的那種藥 這種危機就會高很多 新的藥這種危機就會低很多 所以舊的就沒有新的那麼好 當然我們都有一些基因的測試 看看病人 其實對舊的藥 會不會有風險增大了 會出診 其實都挺煩的 因為做測試又要錢 又要時間 所以大部份 現在我的病人 都傾向吃新的那種藥 而且舊的藥 尤其是醫神病 我就會關心一點 因為舊的藥 當腎功能有些問題 我們的藥量要小心一點 可能要低一點 我們都是關心的 當然尿酸在你們腎科的病 我知道是一個很重要的 治理方面 亦都要特別的小心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用藥方面 很多事情都要考慮清楚 在腎科那裡 是要的 因為尿酸本身就會引致到腎病 有機會 相反來說 如果病人有腎病 他的尿酸又容易高一點 又容易高一點 是呀 很重要的 因為很簡單 尿酸和新陳代謝 綜合症有患病 現在十個病人要洗腎 五個是糖尿病 一個是血壓高 這些人本身 就已經是新陳代謝綜合症患者 他都容易高尿酸 但當腎功能再差一點 可能他又要醫有水腫 又給了一些利尿藥 他的尿酸更加容易高 所以尿酸和腎病很有關係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尿酸高 令他腎差 腎差又高 所以如果腎功能不好 又有痛風 又經常要消炎止痛藥 為什麼降尿酸的療程 是這麼重要 慢性降低的尿酸 你便可以預防很多 你說的消炎止痛藥 分分鐘又有傷神 就算你說新的消炎止痛藥 他不相胃 但他依然都是相神 暫時還未發明消炎止痛藥 他不相神 不相胃便已經發明了 但舊的又相神 又相胃 而這些消炎止痛藥 其實患有心臟病 那些病人都有負面的影響 簡單一點 消炎止痛藥和腎 和腎 和腸胃都有關係 如果是對付這些慢性 腎病 或腎衰疾病人 透過這些尿酸的治療 可否逆轉腎功能 其實我們要看看腎病的成因 如果是糖尿腎病 當然不行 不過如果你說你的尿酸很高 你不處理它 它已經不行 你還加多些因素 令它不行 當然不好 譬如我都見過有些病人 我記憶中有很多個 他來看腎是差一點 又經常要消炎止痛藥 尿酸又高 我們幫他處理所有的東西 尿酸控制 他又不用經常吃消炎止痛藥 腎康復也有見過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所以第一 我想這是一個慢性的病 不論是尿酸 或者是慢性的腎衰疾 不可以放棄治療 不可以 不可以 今天很感謝黃醫生 和我們分享這麼重要的訊息 多謝黃醫生